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姨凱雷的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個雙周副本可以達到的雪精靈 它到底有什麼用途,那它主要用途有兩個 第一個是把它賣掉,第二個是達成依賴成就 好,我們先介紹到第一點好了 那這點其實非常還原原作 那你把它賣掉的話,總共會有十萬的金幣 我們就直接來為大家賣一下好了 那我們就來分解它 分解的話就可以得到十萬的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好像就可以多十萬塊 我記得原作裡面也是打到一隻 消滅一隻雪精靈就是十萬的金幣嘛 愛麗絲幣嘛 所以在這邊其實有還原到這一點 那第二點呢它可以達成依賴成就 在這邊,個人任務 這邊有寫,召喚師們來收集二十隻雪精靈吧 然後如果說你達成二十隻雪精靈的話 就可以得到那個賢者羊駝 所以這是它兩個最主要的用途 大概就是這樣 應該是沒有其他我沒有發現到的用途吧 如果有的話,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幫我補充一下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新的卡片分析 不要忘了按下點訂閱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就會訂閱收到你 那我是Hul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